Hello大家好我是佳麗阿姨 我是佳麗小妹 之前我们做过连环杀手的案件 其他的博主也做过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 我们之前做的所有的连环杀手的案件 都是发生在70到8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之后就没有了 因为DNA技术的发达 做连环杀手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瞎讲韩国很多连环杀 韩国那个什么连环杀手 华城连环杀手 杀几个人 不了不了 连环杀手又称连续杀人犯 是指一个或多个杀手 把被害人一个又一个的杀害 多数是谋杀 这个是中文上的定义 在美国 C略克勒的定义为 通常是谋杀三人或三人以上的人 谋杀案发生在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但是中间可能停一段时间 我继续作案 这个是美国的定义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连环杀手 是发生在近年的 作案时间是2016年 在他长达88天的作案过程中 一共犯了四起案件 谋杀了三名女性 而且都是用同一种方法 对他们进行诱骗 最后直至杀害 新泽西州的Clire Willa Weaver 出生在警察世家 从小他的志愿就是做一名警察 案发时他才25岁 是一名商场的保安 那么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 或者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让他由一个梦想做警察的愿望 变成了一名连环杀手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名年轻的孩子 Clire Willa Weaver 今天这件案件是一个有网上约会的APP串起来的 那个APP叫Tact 用过吗 你没听说过 如果有朋友听说过的话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 不用约会软件 Ready go 点个订阅 加个关注 开个小铃铛 觉得故事还不错的话 顺便购买 超级感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 另外还告诉大家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开通了 瞎聊打屁 大家庭 欢迎大家的加入 Cliu出生在1996年4月20日 在新泽西州奥兰治七项树的小康社区长大 在奥兰治这个镇居住着大约三万五千名常住居民 城市有些破旧 还有许多废弃的房屋 Cliu自小生长在警察世家 他的继父是林郑东奥兰治的一名警官 他的叔叔从纽瓦克警察局退休 作为奥兰治高中2014年级的一员 他朋友很少 不参加课外活动 也不和朋友相约出去玩 一位高中同学将Cliu的风格描述为书呆子 他通常会穿卡其裤 并把寸衫塞塞进裤子里 再配上白鞋 于是同学们称 这是好家庭孩子的打扮 Cliu作案时是一名商场的保安 根据他手机上的搜索记录 他的志愿是成为一名警察 Cliu并没有让大多数人认为是冷血杀手 利落的剪裁和衣冠楚楚的他 却有着深藏不落的阴暗面 在他作案时间内一共做了四起案件 受害人都是女性 并waste Dala Boutler Joanna Brown 和在袭击中醒来的Diffany Taylor 哦 有生还者的了 对 没有生还者你抓不到联欢杀手的 所有联欢杀手的案件 都会有一个生还者 你从那个生还者的地方 入手 然后找到 Robin自幼家境不好 另外加上他有一些心理疾病 成年后他就离开了家 成为了一名性工作者 遇害时高马20岁 2016年8月31日晚间 Robin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 在街上等客 于是有一辆看起来还不错的车 停在他们面前 车里的人指向了Robin 他跟他上了车 之后Robin的朋友回忆说 车里的男士看起来还不错 衣冠整洁且干净 谈吐很有礼貌 但是Robin的朋友们 并没有等到他回家 在当晚就直接报告了失踪 就在他失踪的第二天 9月1日下午2点左右 当地警方接到了报警称 一座废弃的房屋内发生火灾 火势非常严重 导致需要外省消防车的支持 经过长达几个小时的救援 火势终于停止 消防人员在进入房屋后 他们看到了一具被烧焦的尸体 所有的在场人员都对这具尸体感到震惊 因为大家从来没有看到过能烧成这样的 从表面上看你根本看不出谁 不是很正常火势越大的话不就灰了吗 非常非常焦 在两个礼拜之后通过牙克记录才知道了 牙克记录好像是独一无二的 当克里尔后来被问及关于Robin谋杀案时 克里尔告诉警方 他和Robin一起去吃饭 然后把他送到了一个废弃的房子里 离他被发现大约有两个街区 就在Robin尸体被发现的几周后 另外一名女子神秘失踪 那是2016年10月22日 33岁的Joanna Brown无家可归 她有非常多的兄弟姐妹 同时她也有心理健康问题 成年后的她做过几年的舞蹈工作者 之后为了生计成为一名性工作者 虽然她的朋友让她放弃这份工作 但是你懂得不是这么容易的 2016年10月22日下午 Joanna在和另一位朋友闲逛 于是有一辆车停在了他们的面前 摇下了车窗 车里的人指了指Joanna 然后Joanna就跟她上了车 之后上了车之后 Joanna跟她说 跟那个男人说 我手机在我朋友那里 能不能借你的电话打一下 那个男人把电话借给她了 她想告诉她的朋友 我几点钟会 因为他们都是两个人的 她要确保安全 她想告诉她我们去哪里 我几点回去 但是Joanna并不知道 他们将要去的地方具体是哪里 他们最终去了一个男人 已经准备好的废弃的房子里 男人将胶带 遮住了她的鼻子和嘴巴 折磨她至死 在她去世的最后几秒 男人用Joanna刚才借用过的那个手机 拨打了Joanna刚才打过的那个电话 说什么 她没有说话 她就让对方 她那个朋友 听Joanna死前的最后的呼吸声 然后等到她断气了之后 她把电话挂断了 对方在打回去的时候 她已经关机了 直到2016年12月5日 Joanna的遗体 在另一个废弃的房子里被发现 死因最终为窒息 Tiffany Taylor 34岁 大学时她主修音乐和心理学 并在毕业后成为了大学的舞蹈老师 2016年她离开了大学 离开了喜爱的工作 搬到了新泽西州 开始了去无定所的生活 为了生计 她成为了一名性工作者 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 Tiffany认识了一个 比她小13岁的小男人 文志彬彬非常有礼貌 20岁的小男人 非常非常的迷恋Tiffany 祈求和Tiffany发生关系 当时的Tiffany一直拒绝 但当小男人提出 可以支付费用的建议 最终Tiffany还是同意了 Tiffany当时的计划是 反向抢劫她 所以她跟着那个男的 上了她的车 去了她的家 在她家里 收完了预付款 然后她说 我套子不禁得拿了 我要去车里拿套子 那个小男人就让她走了 她就去车里的时候 就直接开车溜走了 学心理学的就是不一样 但是缘分这个东西 你是很难讲的 在2016年11月 就是在这件事情 发生7个月后 Tiffany陆续收到了 一个陌生电话 向她发送的消息 对方直接开始 付费关系的要求 终究现实生活 抵不过理想的美好 Tiffany又一次同意 和陌生人进行交易 2016年11月15日 交易的那一天 Tiffany打算重施救济 她打算抢劫 计划也是和上次一样 他们在新泽西州 伊丽莎白的一家 汽车旅馆会面 Tiffany看见的是 一个戴滑雪面罩的男人 然后趁着迪范尼的车离开了 因为男人说要去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途中男人说去街边方便一下 迪范尼也同意了 但是没料到迪范尼刚下车 就被男人从后面猛击她的头 然后给迪范尼戴上手铐 并用胶带封住了她的嘴 同时也摘下了滑雪面罩 此时迪范尼才意识到 是同一个人 就是她之前骗钱的那个小男孩 迪范尼那个时候想她死定了 完了 这个男的让她去后座 强奸了迪范尼 这个警惕性也太不够了 你不觉得你正常情况 要跟一个人见面 哪怕是个陌生人 他戴这个滑雪面罩 你不觉得奇怪的吗 对啊 但是是迪范尼学 学行李学 就是就是厉害呀 跟那个男的说 我手记不记得了 在汽车旅馆 我们要回去 因为当时迪范尼想的是同一个人 我第一次抢了你的钱 你现在来报复了 你肯定会把我杀掉的 你懂我意思了吧 迪范尼跟他说 我手机在那边 为什么会杀掉呢 就抢了钱嘛 就抢了个钱抢回来 那他肯定是 自我保护意识也有的 他就跟他说 我手机在汽车旅馆 我们要回去拿 因为呢 如果警方拿了我的手机之后 上面有所有的消息 那个男的说 那我们就回去 然后之后会把你嘎掉的 然后他们一路返回汽车旅馆 我想太多 还是他们想的太简单 我觉得蛮奇怪 到了那里之后 迪范尼从后座下了车 手上的手铐已经被解开 于是他走到房间后 转身锁上了门 直接拨打了911 但当警方赶到的时候 男人已经不在了 警方到达现场 如果当时警方 能够正确对待的话 也就不会有后面的涉坏者 迪范尼的事情是发生在中间 不是说当时最后一个 不是 不是 还有第四个 那这个人胆子也蛮大的嘛 道理说人家不是应该 有了幸存者之后 他就应该收手了 他能够在有发生幸存者 所以这个问题 也是发生在警察的身上的 当时警察能够严重的处理 就不会有第四个受害者 但是当时的警方看到的是 一个已经怀孕的黑人 又是一个定性为一个性工作者 对 警方还是 你懂吧 他发生了警察 撒拉布特勒的尸体于2016年12月1日 在西奥兰治占地400英亩的鹰眼保护区被发现 与前面几个不同的是 前面几个 第一年龄偏大 对吧 第二多少有心理问题 第三性工作者 这个不一样 这个女孩子20岁的撒拉布特勒是新泽西城市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她有一个和睦的家庭环境 良好的家庭教育 她有两个姐妹 虽然她在学校表现出色 但是她并没有太多的朋友 所以她开始尝试在网上交友 她在社交媒体上的应用程序Tagged上认识了叫Lilyatrack的男人 男人约她在感恩节两人世界 但是Sara决定不去 但当男人出价500美元用于信服务的时候 她同意了 约会前Sara还发短消息给她 问她 你不会是连环杀手 对吧 真难理解 这整一个一环扣一环 我都不能理解 有人傻到会去问她这种事情呢 2016年11月22日 Sara告诉她的妈妈她要去见一个朋友 并借了她的货车 妈妈也没有多想 所以这是家人最后一次看到Sara还活着 Lilyatrack这个男人把约会地点约到了 Joanna Brown被害的地点 可能大家在这里已经不记得 刚才那个Joanna就是具体日期 Joanna遇害是10月22日 Sara见面是11月22日 而Joanna尸体被找到是12月5日 所以他们约会的时候 那个人的尸体还在那里 对的 那个人全部都捆的 捆起来的那个尸体就在她的边上 见面后的他们又开车来到了一个树林 在那里男人将Sara勒死 并藏在灌木丛中 此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 而家中着急等待的家人们发现Sara迟迟未归 他们开始担心 并在第二天一大早报告了失踪 三天后 警方在一座废弃的建筑物附近 发现了Sara的手机和车 在这个案件中 警方没有做出太大的贡献 刚才也已经说了 他们的肤色 他们的工作等等 所以警方觉得 禁止 这个案件之所以最后能够侦破 其实要感谢的是Sara的朋友和她的家人 他们自己解决的 他们没有依靠警方 他们自己解决的 Sara的好友和Sara的姐姐有Sara的电脑登录密码 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 他们成功看到了Sara接收和发出的所有的消息 以及最后一次和谁出去的所有的消息 全部的消息 他们同时发现了这个Lilya Chuck这个人 于是他们创建了一个假的个人资料叫Semesa 用了假的照片开始和这个Lilya Chuck取得联系 并用同样的方法约他进行性交易 与此同时也将所有的信息交给了警方 2016年12月6日Lilya Chuck到达了约定地点 给人的感觉就是轻松的年轻人 虽然他在学校里的话不多 但是从他的家庭环境和居住环境来看 他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 良好的居住环境 毕业后也一路顺风顺水 有一份稳定的保安工作 休息时间乐中于玩玩音乐 还有一辆不错的车 之后也开始慢慢约会女孩 年轻的他还准备考警校 就是这样一位我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最后却成为了连环杀手 在他被拘留的那天 当局搜查了Cleo的家 并在他的卧室里发现了三部手机 警方找出所有的聊天记录 也击穿了他在所有女孩子失踪时 向警方谎报的所有的谎言 他的互联网搜索包括了 如何自制毒药把他们杀死 你可以用什么样的化学物质 放在抹布上 放在人家的脸上 让人家晕过去 这是他的搜索资料 在追踪Cleo的手机后 警方发现了 在第一起案件中 Robin的案件中 Cleo的电话记录还显示 他那个不是着火的案件吗 他的车是离开了那里 到消防局又火的时候 他开着他的车又过去了 所以他在人群中观看了全部 看了消防局怎么 灭活 灭活 怎么找到尸体的 看了全部 在第三起 他应该只是想确认一下 这就是他们说的 他说那种犯罪的人 他90% 都会回到案发现场的 因为他想去看一下自己的 就是战绩嘛 也就是这种心理变态嘛 就是想回去看一下 这是第一次 在第三起 你的案件中 刚才不是说了吗 警方就报警了 警方对迪芬妮的态度 就是你懂吧 然后他在人群中 对啊 所以啊 就是罪犯 90%是会回到案发现场的 就是他要看的 我太不得接受 这是有点变态 数据的 我那天是在 可能我看了太多案件了 谷歌推给我的那个上面 我是看到 是有这个数据 就百分之多少的比例的 罪犯 是会回到事件现场的 2017年2月 Cleo被指控犯有三项谋杀罪 一项谋杀未遂罪 严重纵火罪 亵渎人类遗骸罪 严重侵犯罪和绑架罪 2019年12月 Cleo及所谓的贴牌杀手 终于在法庭上度过了他的一天 审判团裁定 他犯有11项罪名 尽管Cleo称他是被陷害的 但最终他被判处 160年有期徒刑 2021年10月6日宣判时 在法庭上 第一起案件中的 Robin的母亲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 他的微笑 他的脸 他的步态 以及他帮助 无家可归者的愿望 第四起案件中 Sara的父亲出庭时 他对Cleo说 我希望你受苦 每一天都受苦 那他们为什么 不对自己的小孩 过多的关心 事后来装了 那他们 讲得好 对吧 对的 第三起案件中 Tiffany不是唯一的幸存者吗 他说 Cleo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不再化妆了 不再跟别人讲话了 不再 这没有交戏的 CSD嘛 创伤信号一阵 对 对 这就是今天的案件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